你在清水公有附近 然後你會感覺到有什麼困擾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地上會有很多的垃圾 或是有沒帶走毛巾 所以我們只有他們之間 那你覺得這些會是誰造成的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因為 不想找垃圾 然後手上的垃圾就隨便到處丟 到處都會有衛生紙便利 那你覺得可以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垃圾桶可能多放一點 或是再多放一些標語 甚至可能要加一些監視器 然後再去罰款等等 那你覺得我們做的這些動作 那你覺得清水公有會變乾淨嗎 如果有罰款這件事 那也不會